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洞色天璣》的密室面 繼續有唐中信師傅 師傅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100支黃大仙靈簽 亦有觀眾來信 求了一些簽 想知道這支簽 對他們來說會有甚麼意義 這次麻煩你 我們馬上有第一支觀眾來信 問的是一個問題 現在工作方面好像沒有甚麼突破 甚至有心灰意難的感覺 就問應該繼續留飲 還是還是要轉學 好 去到落實去解實際的簽 因為人的問題 有時不是一個大類的 問病就病 有些問題是仔細一點 甚至問買房子好不好 要我們去了解到簽文 究竟他想表達甚麼 之前所說的故事 對 故事你要知道 知道每一支簽 有四句詩 我們習慣了分去春夏秋冬 的季節順序 如果觀眾能夠掌握到的話 以後可以自己解釋也行 觀眾那麼有誠意 叫我們解釋 我們就詳細一點解釋給他們聽 這位觀眾的工作上問事業 第一 他問問題有沒有突破 先回答他 基本上沒有 為甚麼這樣說呢 從簽文的故事就說是 漢文帝上樓 漢文帝就是皇帝 皇帝也差不多是最高級別 所以基本上那個位置 他可能在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行業 但在他問這支簽的時候 這個階段 他應該不可以再上 所以所謂的突破 如果突破是想升職 或者有甚麼東西的進程 他就說比較難 嗯 這個就在這個簽文裡解釋了 令到他心灰意難地的問題 他覺得心灰意難地的感覺 他感覺是類似有少許毛病身淫 嗯 即是不是沒事做 不是處境很差 但總是覺得不能令他滿意 因為其實他已經是一個 即是我們看到漢文帝 應該是一個高位 但因為可能沒有甚麼 再進升或者大變化 所以令到自己覺得很心痛 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譬如說你一季一季 開首第一季就是 洋樓垂提鎖錄宴 洋樓不是固定了 是要擺放的 有時候洩碎 有時候擺放的 即是第一句的那裏 就是代表這個春光 對 沒錯 所以他的心裡有很多事情想 你想這樣又想這樣 或者周圍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有很多朋友的一種提議 或者看到別人有別的也好 就是這樣那樣 總之就是覺得自己好像也不夠好 即是有這種現象 那是否繼續留任呢 那他應該是有個機會 就是會被人提議他 不如你去另一道高走 但那支簽的意思就是 你不如在那裏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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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本身的工作上 都有機會的 不如在那裏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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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沒有甚麼差的狀況 即是在心態上沒有 對 基本上是在心態上 沒有甚麼突然之間 一看你擔心炒魷魚 又不是這樣的現象 但有否說 例如可以看這些籤文 可以看到甚麼時候會有個… 剛才你說的轉機 也有機會升 會否在哪裡可以看到 秋天,往來只見分飛舞 沒有 即是從這句話 可以看到也有一個… 沒錯… 其實也有一個升的機會 可能要等一會 對… 好,我們看完這個來信 我們看看另一位朋友 另一位朋友 就是他求得的 是一支的二十八簽 他問的是 他現在跟家人一起住 想計劃自己搬出來 問是否合適合 這個問題比較特別 就是擺脫了財、事業等等 這個問題 大先生給一個啟示 沈陽光聽琵琶 旋撲沈陽月夜天 一開手就要拍碼頭了 他會說他想離開自己一個人的獨立生活 好像很好 琵琶一曲動人電 好像…想 如果他真的要行動的話 就第二季 嗯 就會搬 第二季 即是四、五、六月 嗯 記住,我們在說的是舊力 嗯 不是新力 大家要留意 好,如果他做這件事的話 那就… 會不會… 相思量地憑睡肌 應該跟父母… 撤回他的話題 離開家裡就知道味道了 自己一樣一樣都… 對,很掛念家裡 對,掛念甚麼東西 有缺乏照顧 媽咪的靚湯 都要自己 也不只是靚湯那麼簡單 即是當你擁有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不覺得他有甚麼特別 當你離開了沒有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種感受很強 嗯 白雪吹人上笨癲 你越來越覺得 都是不錯的 即是冬天的時候更加不錯 那你要適應嘛 你適應一陣子覺得 哎呀,真的… 為何每樣都不是那麼好 我本來打算自己好好的 好嗎?他會失望的 一時新鮮而已 沒有人照顧 你就生活失調 你說大愛也沒有甚麼大愛 總是牽掛牽貫之象而已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不如可以想清楚一點 是否真的要搬呢 有沒有這樣的實際需要呢 可以想一想 嗯 但其實我如果要搬 也有機會搬 我覺得不合適 但如果要搬 搬就第二季搬 就會有機會搬 搬了之後呢 他就會… 食宴那裡比較弱一點 嗯 我想還是看回自己吧 如果有需要的 可能做事的地方很軟 不知道他有多需要 是呀 但可能搬了的時候 轉期內也會不開心 都會是呀 是呀 是呀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